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到了这么多的挑战 但实际上常常看到的是 从民间到政府 往往一端是环保 一端是开发 彼此还是持续在拉扯 到底面对台湾的国土规划 我们应该凝聚一个 什么样的共识来看待 今天非常高兴 为大家邀请道士内院部长 李宗盛 李部长 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部长你好 紫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如果进了市院 看到了纪录片 看见台湾 有时候哇 想到说 原来台湾这么漂亮 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发现 真的是不是 吴山珍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就像是吴念珍导演 他的旁白说到说 如果你不知道台湾这么美 可能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 但今天站到了这样的高度 透过了空拍镜头 看到了台湾的美丽哀愁 我们或许发现 其实每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 都变成了伤害台湾土地的 共犯结构的一员 但如果今天发现了这个事实 希望能够做些什么的话 今天往往一谈到了国土规划 常常就跟利益产生了冲突 也使得很多非常好的规划 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请不要压抑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 台湾 从事空拍摄影20年 齐柏林用镜头 直接反映台湾山川样貌的美丽与哀愁 配上无念真的旁白 融合成一部纪录片 这样的一个角度跟高度 你才可以真正去理解台湾 理解它的美丽跟哀愁 看见台湾 齐柏林就是用那样的高度 带我们去看台湾 去理解台湾 甚至去爱台湾 齐柏林用鸟类飞行的高度 看台湾 我们决定是用卖点圈的方式 就是在稻子快要成熟的时候 然后我们图案 放样放上去 然后把稻子割掉 完成画面 在出动人力 鼎艳阳拍摄 因为我们知道梅雨要来了 然后呢 就想趁着好天气 把它拍起来 结果我们对它东部去 以后就开始下大雨下大雨 梅雨季影响拍摄 每天从台中飞到台东机场待命 一等就是七八天 一个晚上都睡不好 因为夜里面听到 都是滴滴答答的落鱼声 然后早上起来 一来如此 可能心情当道 费时三年 耗子九千万 是台湾纪录片史上最高的成本 比赚钱更重要的是 齐柏林团队的初衷 用行动 护持 美丽的岛屿 齐柏林用镜头带台湾民众 飞到天上 看到台湾的真面目 有美丽的 到你不可置信的地理景观 也有到伤痕累累 让你觉得非常疼惜的 那种土地上的破坏 所以我就想要忠实的呈现 台湾土地的故事 纪录片开拍前 齐柏林曾经向内政部长 李鸿源请议 水利工程专业出身 李鸿源长期关切台湾国土规划 但无奈这个议题在台湾 因为牵涉利益 始终只能直上谈兵 我就要求我们的营建署 开始计算 北中南东 中央山脉 我们这块土地的土地承载力 就是说 北中南东 它各可以容纳多少人 多少工业 然后我们的农业区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山地 应该要如何保育 我们就根据 这个灾害显示图 根据我们的土地承载力 我们全部重新检讨 我们的区域计划 1991年 内政部草拟海岸法 在立法院躺了20年 签设整体国土利用的国土计划法 同样也在立法院进进出出 这些都是与环境相关的法案 往往签设开发利益争议 到现在都成为有理想 但过不了的法案 但是看了看见台湾 民间从企业家到艺人 自掏腰包包场宣扬 高雄市长城局买下公播板 纳入中小学教材 政府单位和立院诸公 还要立次当头 还要继续拖下去吗 一颗爱护环境的心 期盼被唤起 台湾国土战略实在刻不容缓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齐柏林导演在拍看见 台湾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其实也是请教了李部长 然后如果大家去看电影的话 做到最后 这电影最后不会跑名字吗 这个早本咨询 第一个出现的名字 就是部长的大名 不过刚才讲到齐柏林导演 他其实先前在电影上映之前 有来过我们节目 他讲到说自己在空拍台湾 这么多年 二十来年的历史当中 他对于台湾的山是最有感的 不过是一种恐惧的感觉 那么同样的问题 也很想问一下这个部长 就是您对台湾国土的规划 这么样长的时间 有这么深的研究 您看到目前台湾国土的现况 是怎么样 让你看了觉得你心动 以及心痛的地方有在哪里 当然其实因为过去植物的关系 大概我们常有机会 在看灾 从天上来看台湾 当然台湾这几年 因为极端气候 因为朝鲜利用 问题又比以前更严重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 齐导演 让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台湾的现况 我们土地的朝鲜利用 地盘下陷 河川污染 可是我 身为一个政府的公务员 我们除了哀愁以外 我们应该想的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张 屏东县 加东县的屏纹 导致地层下陷的问题 这个我来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长期超出地下水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地方 是在海平面底下3.2公尺 所以这个地方 它只要稍微 这个台风 它就很容易 这个地方就淹水 一淹水这些渔民 基本上它就破产了 可是我们在媒体上 常常在谈说 你看我们养龙胆石斑赚多少钱 但是从来没人在谈说 那我们的社会成本付了多少 还有一个数字 也顺便跟各位报告是说 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3.2公尺 所以这个地方 离开海岸线5公里的地方 地底下抽出来的水 已经是咸水了 就是已经是 这个海水已经严重入侵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未来它可能种什么东西 都种不出来 但是现在碰到 我们现在碰到的难题 不是说让渔民你不要抽地下水 而是说你当然不准抽地下水 但是你不抽地下水以后 它要如何生活 你要把它的生活方式给考虑进去 不要把经济行为给带进来 这就是会提到 我们未来针对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要从它的土地的标的使用 从它的土地的整个的城乡规划 然后连经济的行为都要规划进去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综合制水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们台湾常常是一笔糊涂账 一笔糊涂账 就是说我们到底 你看水利部门一直在 旁边那个题叫离岸题 那个离岸题动辄造价 就是上百万的 那一排离岸题可能要好几个亿 我们花好几个亿保护一个3.2公尺 海平面底下的一个余温 然后它又这么容易受灾 每一次灾害就是农损 农损政府就赔偿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说 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看到了 下一步是 如何把总和制水的计划做出来 然后让屏东县政府 让当地的农民 一起来参与 规划他们的未来 规划台湾的未来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讲高山走 结果高山出现的景象 是变成像Lilito一样 很多水泥矿场 对 这个是这个和平 这个是那个秀林的一个矿场 那现在就是一样 这个当然这个采矿 这个水泥是我们台湾建设所必须的 可是我们很讽刺的是 其实我们不但水泥够用还外销 那我们就谈说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量做一个控制 然后它应该踩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假如踩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它是把这些水泥踩走了 可是它会造成下面的这个边坡的问题 安定的问题 这个算还好 超限利用 旁边还没有什么的水库 其他东西在里面 不过这也是对大地一个非常严重的破坏 所以这上头有很多怪兽 就是齐柏林说的 他的电影里头男主角就是这些怪兽 现在我们就要思考的是 我们台湾是需要水泥 但是我们要这样子采吗 对 没错 我们这样子采 我们花了多少社会成本 用这个成本 我们会从不去跟国外买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找到的一个平衡点的 还有另外就是在湿率部分的污染 我看一下下面这张照片 这是在巴黎 这个是对 我们新北市 看到漂亮的颜色 其实是恐怖的污染 这个地方其实是台湾红树林 保存的最好的地方之一 今天造成这样一个污染 当然是不可原谅 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想说 你造成这样一个污染以后 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来 所恢复的生态 它又会毁于一旦 它等这个生态要再恢复回来 又是一二十年 所以这个是觉得 我们台湾人就常常做一些 这个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在现在还发生 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看得非常的痛心 就是说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怎么可以 因为自己的利益 你做这样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 那么另外一层 想要特别请部长 带我们来关心到 就是全球都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极端气候 像这几天国际新闻的一个重点 是放在菲律宾 他们碰到了 有一说叫做 对 史上什么 本世纪最强的怪风海燕 在催谈之下 上万人就因此丧生 家园残破 就变成好像是荒废一般 看起来画面很惊人 不过说到台湾的极端气候 只要一提到 就会讲到莫拉克台风 所带来的重大伤害 那时候说在山区 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下满 整整一年的雨量 所以这个极端气候 对于台湾来说 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跟冲击 其实说现在下小雨越来越少 然后每次一下就是非常惊人的雨 根本土地是难以承受的 几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过去每19年会发生严重水灾 现在每2年就会发生严重水灾 过去每17年会发生严重旱灾 现在每9年会发生一次严重旱灾 所以台湾不是旱就是烙 没有风调雨顺 那你讲的莫拉克 莫拉克下了3000毫米的降雨 那个是两年 南台湾两年的降雨 他在三天就把他给下完了 那是2000年才会发生这么一次 赫波台风在阿里山 两天下了2000毫米的降雨 那个是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纳利台风的降雨 400年才会发生一次 理论上假如这些事情都要发生 它的几率是几亿几十亿分之一 但是在台湾我们就看到了 几乎已经变成常态 而且年年都有的感觉 年年都有 你看现在一年降雨 今年超过2000毫米的台风降雨 已经发生了两三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我们的弟子本来就很年轻 他本来就很破碎 再加上极端降雨 所以像莫拉克 赫博这样的灾害